改造完日本、韩国一双神秘的大手正在伸向我们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曾经信奉武士道精神 汉不畏死的日本人 为什么如今会娘炮文化盛行 为什么东亚三国以男性英文为美 而欧美却普遍更喜欢壮汉猛男呢 问题的答案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可能是一场美国针对东亚思想改造的巨大阴谋 现在一说起娘炮这个词 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韩国男团 一群比女人都瘦的男人在台上又蹦又跳 引得底下一大票青少年尖叫连连 但其实娘炮文化的鼻祖是日本人 二战结束之后 日本对美国恨之入骨 其国内反美情绪高涨 尤其是1954年 当时美国试验了第一枚青弹 造成了23名日本传言伤亡 这件事在日本国内持续发酵 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和反美热潮 美国人一看日本人血腥尚存 这肯定不行 于是一场针对日本人的去雄计划 正式摆上了日程 他们扶持了一个拥有美国国籍的日本人 喜多川 这个人有什么背景呢 第一 他出生于美国洛杉矶 从小接受美式教育 第二 他参加过朝鲜战争 由美国军方背景 第三 他曾在美国大使馆工作 担任过殖民情报机构 美军顾问团的翻译人 就是一个有这样背景的人 回到日本之后 组建了一个名叫吉尼斯的乐队 然后第一场演出 是由美国军方出资 面向美国军营的表演 请问 这些信息综合在一起 我们能不能认定 他就是美国扶持的人呢 如果你认为我的这个判断没有问题 那我们继续看喜多川后面做的事 在乐队解算之后 喜多川成立了大名鼎鼎的 吉尼斯事务所 这个事务所有多牛呢 牛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日本所有能叫得上号的男团男星 全部都出自他手 比如小火队的学习对象 八十年代火遍日本的少年队 还有曾经日本的国民人气组合蓝 以及在中国火厨圈的牧村拓栽 只要是喜多川旗下的男艺人 主打的就是一个特征 瘦 幼 娘 最典型的一个案例 就是牧村拓栽 在1995年给口红拍的一个广告 其眼神柔美 动作性感阴柔 立马就引爆了日本女性市场 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 这款口红面试仅仅两个月 就卖出了三百万只 通过这种偶像培养的方式 喜多川让日本人逐渐认为 阴柔才是男性最有魅力的特征 然后在媒体层面进行大肆宣传 强化这影响 有人肯定会说 媒体凭什么会配合你呢 答案很简单 当时日本的主流媒体 基本上都是由美国市面的战犯控制的 比如说日本第一大报纸 独卖新闻和第二大电视台 日本电视台的老板 郑立松太郎 就是假职战犯 日本第二大报纸 招日新闻的副社长和主编辑 曲方祖虎 也是假职战犯 还有Iben G3的外公 曾经把控日本政坛的安心界 也是被美国特赦的战犯 有人专门做过调查 当时日本五个大报纸 六个大电视台 全部都由这些战犯控制 美国人失免了他们 他们就帮美国人做事 在政治和媒体层面 大力支持喜多川的男性改造计划 经过一个时代的改造 日本男人彻底丢失了男性的特征 曾经的兆和热血男儿 变成了平城废宅 然后一步步沦为今天 笑话一般的令城猛男 改造日本成功之后 美国人立马就盯上了拜祷上的韩国人 韩国的偶像工厂 就是完全复制喜多川的 杰尼斯事务所的运动模式 而且韩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1998年 韩国政府直接把文化产业 当成了立国方针 要举全国之力推广汉流 韩国的偶像团体 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 按照一道道标准的程序流向市场 从东方城起到Super Junior 再到Big Bang 韩国人严格贯彻落实 日本人选择偶像的标准 瘦 幼 娘 出道的偶像 全部都是那种比女性还美的美男子 而显有阳光之气的硬汉 这种审美迅速席卷了整个韩国 有人专门做过调查 2016年 小小的一个韩国 竟然有多达100万的偶像练习生 全都练习了两年半 他们几乎都是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美少年 所以导致 如今韩国的审美非常单一 你要是不娘一点 在那边的娱乐圈甚至都很难有市场 而且韩国不只是内部娘化 他们还在强势输出这种审美文化 东亚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深受影响 这些地区的男性审美也更倾向于娘一点 而不是硬汉现象 至于中国情况则更特殊 在21世纪的前世纪年 韩流在中国火爆的程度是现象级的 尤其是2010年前后 整个中国几乎没有女性不看韩国偶像剧 在这种大的氛围之下 导致部分年轻人行为娘化 最聪明的案例就是糖果超甜组合 几个大老爷们面对镜头扭扭捏捏 行为举止极端娘化 当时很多人就在评论区说 完了 中国也要布日本韩国的后城了 然后有人挖出美国中生局针对咱们的实戒令 里面有两条是这样说的 一 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破坏他们的青年 鼓励他们 蔑视 藐视 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 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 包括电影 书籍 电视 无线电波 和新式的宗教传播 总之 就是要通过舆论宣传 让中国的年轻人放弃养刚之气 和男人本该拥有的血性 尽管这个实戒令 被很多人说没有考证依据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美国人确实是这样希望的 上市近50年代的朝鲜战争 中国人民军演军让美国吃到了 自1776年建国200多年以来 陆军史上的第一次惨败 中国人强大的婴害形象深深的定在了他们的心里 他们知道和中国人来劲的占不到便宜 所以就想从思想上腐蚀和改造中国的年轻人 像中国和日本一样从热血男儿变成英勇娘炮 他们差点就成功了 有人特意去部队做过调查 发现从2000年以后 男性青年女性化也对部队造成影响 2010年左右 新兵体制差 头弹不合格的问题愈发明显 而且伴随的还有性格方面的问题 部分新兵意志不坚定 成生能力极差 都让很多老兵吐槽不已 不过还好 我们毕竟不是日韩那样的殖民地 改变的决策权在我们手里 当时我们发现 娘炮之风正在社会蔓延的时候 官方层面立马就采取了行动 2021年 教育部门公开表示 男性的阳刚之气是一种美 教育部门要加强体育教师的培养 加强体育制度建设 长化七少年心理教育课程等工作 以解决男性七少年女性化的问题 不仅如此 在同一年还全面封禁了 大伙的偶像养成类综艺 直接断了娘炮偶像的生产基地 在这样强有力的手段之下 我们发现 这几年娘化的小鲜肉 曝光度开始减少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些正常的男性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支持战狼这种电影 是不是爱国体财倒是其次 主要是必须得让大家清楚 男人的美不只是阴柔一种 娘炮也不应该是社会审美的主流 养刚之气才应该是男性最重要的气质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